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家人跟朋友的建议下 然后就说你可以朝这个方面试看看 对 因为这个比较偏未来的趋势这样子 是 那我们成立这个品牌之后 我们有遇到一些比较困难或挫折的地方呢 困难点应该是说我本身本来就没有太多相关 呃 原本来就不是读相关科系 所以没有太多的相关知识 那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琢磨 呃 宠物会需要什么样的营养 对 然后再从其他的就是食材方面 然后去手机这些相关的知识 然后再去推荐给客人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就是呃 初期 就是可能一些手作类的东西需要去试作 对 所以会花 前期会花比较多时间啦 对对对 是 会花很多时间跟心力 还有资金部分一直去找一些适合的食材 或者是我们研发产品的一个部分 对 那我们针对品牌行销上面有遇到一些 比较辛苦的地方呢 嗯 一开始是对于就是 呃 粉丝人数的部分比较 就是可能曝光度没有那么快 对 因为本身的人脉没有那么广 对 所以就是以朋友跟家人间的cola相传 然后再来后来有去摆就是不同的市集 然后去吸收不同的客源这样子 所以就有慢慢的吸收比较多呃 不一样方面 呃 不一样地方来的 那个客人的呃 声音这样子 对 是 那我们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核心理念呢 嗯 我们最主要是就是 因为毛海是不仅是我们的宠物 那就是更是我们的家人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开启了就是 一安二纯三五的理念 对 那一安的话是我们的安心吃食 对 那二纯是 就是纯手工纯天然 那三五是无色素 无防腐跟无任何添加物 对 就是以这样的理念下去制作 然后去发扬给我的客人这样子 对 是 那我们产品有什么特色的地方呢 我们是以就是呃 天然的食材去下去低温烘焙 对 然后呃 因为我们低温烘焙的话 跟一般其他的 比如说像现在比较多的冻干类啊 就是他比较呃软 软烂一点点 对 那我们低温烘焙还是可以锁住 就是原本呃 食材 本身有的一些天然风味 然后再来是他会比较有嚼劲 就让那个宠物会呃 让他牙齿啃咬的话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啃咬泪的话 就会比较适合 对 也比较可以让他们的牙齿比较强健这样子 对对对 是 那你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宠物零食 可以提供什么样感受给这些客人呢 嗯 我希望就是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就是 真正食材的一些天然的还有天然的原味跟我们的用心 对 因为每个就是我们花时间花心力下去做的 然后就花也花多很多时间去呃 调配这些比例或配方 那都会先让因为我们家的毛海算是比较挑食的 对 所以都会先让我们家那只毛海试过 那基本上如果他会吃的话 正常来说其他的毛海基本上应该都会吃啦 对对对 是 对 那未来部分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 嗯 会想要先呃 本身现在已经有就是呃 低温烘焙比较干的那个呃 呃 食品类的 那我想要先做看看加入一些鲜食类的东西 对 然后再来可能会想要走宠物的烘焙教学 对 因为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会想要可能说呃 节日啊 他们的生日啊 或是说什么季节的时候 他们会想要帮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 手作类的课程 现在还蛮多就是年轻人或是不同的年龄层都蛮喜欢的 对 然后再来的话会想要呃 也尝试看看 学习一些宠物芳疗相关的方面的知识 对 因为他们本身的一些毛海血本身的疾病什么的 我们平常也是需要顾到 对 所以这算是我中短长期的一些小小规划 对 不管是针对外在的吃食到内在的保养 都是想要去为我们的毛海去做一个着想的 对 那如果说未来有一个年轻创业者 他也想要投身在这块领域的话 那么思琳有什么建议话想给他呢 嗯 一开始就是会需要准备一些小资金 对对对 买一些就是可能需要的食材或是你要的器具 对 我觉得再来就最重要是想要 你想要做的话就必须就是站稳脚跟 然后持续下去这样子 对 就是不要三分钟热度 就做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就认真做下去 对 那就最后的一开始可能当然会比较困难一点 但后面应该会你会吸收到蛮多不同的知识跟一些经验这样子 是 那我们Sandy跟我们这些创业者的建议是说 我们投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呢 当然我们的事前规划包括资金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万事起头难所以呢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持之以恒的坚持也就是非常重要的 绝对不能够半途而废 但相对的每天都会面对到不同的挑战跟困难 所以一定要有一颗胆势的心 能够去勇敢的面对它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后 你的品牌才会越走越长久的 好的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对对队长 宠物手工临时负责人朱嘉欣来到我们的转宝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